其實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要不然可以多問一下 福禄授習的人生求學經驗 我就會給很多人啟發 就是說你原來想像的 那條順遂的路 其實走起來搞不好是最遠的路 OK 像我們的傑社長 他是全國三大出版社的龍頭之一 然後真的是非常成功 原神很成功的吧 很多人敢說不成功 而且周修三年 對啊 多爛 可是他是高中畢業 而且是差點避不了業當年 他沒有選擇繼續升學 OK 一課 18歲考大學考到24歲 聯考考7次 這不只古林斯是智商有問題 而且去念四星還被退學 對不對 然後還砍頭說 那個柯一正是你老師 你根本沒有上過那樣的課 你已經退學了對不對 有一個是有一個老百老母 對啊 老百老母容忍 他全身很相信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成長經歷 你都沒有走一般人認為的 比較順遂的那種人生經歷 其實反而給他們更多的空間 而且他們沒有被框框所限制住 一樣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可以給大家 很多的釋放 你小孩是一個歡樂的童年嗎 其實我聽大家 那個年代其實很少有生意 真的 但是也不覺得悲慘 大家都吵 都一樣 但是小孩的時候 爸爸媽媽也不是收金管的教育 但是那時候的社會 我們說真的 我覺得說 可以學的就是 家庭逃避 好的賣的都很清楚 那年代 雖然 長輩沒有收什麼教育 但是他們的富士人沒有逃避 這年三個經營集合 還可以變成三回合 讓大家繼續這樣 我記得小孩的時候 那時候代辦費只有24塊 像是三個小孩要投資 要72塊 代辦費就是我們主席的時候 對 主席的時候 我記得我媽媽 我哪裡後期沒有那個屋檐 都人家在頭前 西路里的後問 後問的那個問 有稍微一個電腦 對 電腦 電腦 我媽媽 什麼主席的時候 要去張羅這位主席 我記得他這樣閃著火鍋 走來 走去一方一方走 走回來之後 他就差不多八位這樣 回來他都會跟他說 我現在大後 我很感動就是 他心想要跟他說 他大家希望我們要感恩 他也告訴自己再強調一次 他會記起來 要行 他回來跟他說 我剛才去順娘婆 打操縮的那個順娘婆 他借我15塊 還去牛的新鮮 牛新鮮的太太是三婆 以前老師也要做副業 他剛才賣雞 他有養雞 他說 你運氣很好 來賣雞 他都在這裡 帶的都拿去營 所以他就七八斤 就七十二塊 那時候賣雞 那賣雞是用鐵 後面帶一個髮型 帶一個人 對 賣雞的人來 我媽媽就去 他就去說 下賣雞就吃 不是 去賣雞就糟糕 那時候也是都這樣過 家裡頭也沒聽說 環境比較好 對 但是有比較難過 那時候我去365天 就365天來託錢 來託錢 都是 如果不是我的同學 就是我弟弟的同學 爸爸媽媽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這錢實在很麻煩 我小時候 我大小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我小時候就下過心 後面我會給錢積貨 我就覺得錢這個東西 要先把它處理一下 就是說 不可以一死人在這裡 勾勾頂 但是我不是下過心 被錢困住了 對 我說 我大小時候就發覺 有的人貪很多錢 我說散老是貧困 為貧所困 有的人有錢 要是為負所困 你知道嗎 負困 要顧那些錢 我小時候 我覺得自己比較奇怪 一點就是 我小時候只說 我沒有給錢 這樣糾纏 糾纏糊 所以我一路過來 我以前賺錢 但是我將來沒有關錢 從以前到現在 我都沒有關錢 沒有關錢 沒有關錢 太太貫 不是 剩下的太太貫公司的財務博館 我自己沒有在關錢 我現在沒有看損疫苗 現在還賺錢 這樣才有利 我也不知道 比多少 多少我都不知道 那你高中畢業 不繼續升學 跟你不要被錢 所捆綁有關係嗎 所以你要趕快 沒有 我現在 我的學歷都沒辦法 我就特別併了 要怎麼有可能 繼續升學 你說 我放棄升學 那時候有人以為說 我是拒絕聯考的小子 其實我是 有什麼不是 我是沒有主教 我是被聯考拒絕的小子 所以 結果都沒調 結果都沒調 我早上休息 我還跟導演說 其實我考試聯考很差 我不但考不到分數 我都陷入 那些都陷入 無法聚焦的年代 什麼意思 比如我說蘇東坡 蘇四 蘇四至紫沾 西元幾年 我都會想東想西 寫題目的時候 他不再想這個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要考這個 為什麼要考這個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三天主義是我們建國 一方六 二藍圖 三方 我說這孫文東 輕輕的回來 之後有一個 比較有文采的人跟他說 郁先生說 我幫你潤一潤好不好 你怎麼拿這個來考我 所以我如果看到題目 我就想 想有的沒有 就沒辦法聚焦 所以我以前在好好的時候 不需要老師 為了這個事情 覺得說 你思想有問題 思想有問題 思想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你這樣太聰明了 所以我冷氣 我冷氣 冷氣 都沒辦法拒絕 我是徹底被拒絕 我送你一支拒絕 我 你爸 你爸沒幫你搶整個拒絕 嚇死我了 你也不怕了 不然你就在死 我女兒常常會不會拒絕 我就不會拒絕 我不會拒絕 那時候拒絕還要拒絕 對啊 那時候考上也不容易 拒絕也很期待 拒絕 你拒絕有的 我拒絕 李大生因為感情被哭哭 而想不開 在感情當中 被怎樣傷害 是一輩子傷痛 所拖非人 對女人來說 是一個難過的關卡 今天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新聞 哇哇哇